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夏天 在山西省匠县衡水墓地 解开晋国早期历史谜团的努力 又一次遭遇失败 这个困扰了三代考古工作者 二十余载的难题 还要等待获取更多古代信息 就在人们为突兀出现于 晋国国度卧榻之侧 神秘的彭氏家族迷惑不解释 与去卧北兆晋候墓地 更加接近的异城大河口 竟然又有了新的发现 不顾恒水墓地的发掘还没有收尾 解瑶廷就把工作重心提前转移到了议城 他的心中有一个强烈的预感 大河口墓地一定也有西周时期的古葬 从这里获取的信息将有助于揭开 晋国早期历史的重重迷雾 在大河口村村北的一处台地上 考古队员先是对规模较大的八座墓葬 进行了视觉 但没想到的是 随机选择的第一座 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惊喜 视觉中的一号墓 墓口长4.25米 宽3.22米 但在深达10米的木坑底部 长河宽却分别增加了1米 显然 它也是一个口小抵大的西周贵族墓葬 唯一遗憾的是 墓葬没有墓到 等级应该不算太高 从墓口乡下清理 考古队员很快发现 在一号墓墓口四角 各有一个倾斜向下的空洞 这个在江县航水墓地我们已经发现过了 应该说在大河口墓地是第二次发现 所以当时我们就引起了重视 所以就给深温武局做了汇报 其实在恒水墓地后续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已经在个别墓葬遇到过类似现象 可这样的协动虽然在近南接连出现 但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 却依然是仅有的两立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有认识 那么这种洞我们就想知道 它到底是当时下官用的 还是另外一种习俗 比如说它有什么宗教方面的讲究 或者是梁回从这地方出入了什么的 亲手解剖了一处邪洞后 谢姚婷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就是好像溜土的时候 从这地方那个土 土从上面溜刷的比较公华一些 难道说这些邪洞 是古人为了注目方便专门修建的吗 可是查阅文献 西周时期的藏俗中 分明没有相关记载 按照当时的违线记载上 下官的时候是有一套设施 是要用这个滑轮 落落一类的东西 把这个关下去 下到墓葬里面 它当违线上叫这个碑 就是要有这个碑什么的 但是这个邪洞呢 相过我们观察 它好像不是做这个用的 这里所说的碑 正是后世墓碑的源头 但是在28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墓碑的功能不是记载文字 而是用作传动系统的支架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在位于陕西宝基的秦宫一号大墓中 考古工作者就发现过这样的实物资料 如果是这个要往上面架这个陆路啊什么的 它不太好架 而且呢 它不掩盖是这样的方向 而正好掩盖是相反的方向才对 直到今天 墓口邪洞的作用 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类似的现象 也只是在2010年发掘的 湖北隋州叶家山增国墓地中 发现过第三起 尽管不知能起什么作用 但大河口墓地发掘过后 考古队员还是认为 邪洞应该和宗教无关 而是为了方便下葬 不然的话 它说在这个墓的口上挖这么四个洞 是作为其他的用途的话 也解释不清 因为很多这个装小项目都没有 这个另外呢 就是说它下葬下关下去之后 后来回钱的时候 这个往下放土 又从这洞里面可能往下下过土 所以把墓地磨得比较光滑一些 从墓口向下清理 在距离钻探资料显示的二层台 还有一米多时 考古队员突然在靠近东侧墓壁的填土中 发现了漆皮和墓质腐朽后的痕迹 大家马上意识到 这是遇到了珍贵的漆墓器 在北照近后墓地 以及恒水蓬勃墓地中 考古队员其实都遇到过漆墓器留下的痕迹 但是这些漆墓器保存状态都很差 一是在干燥的北方 有机质文物难以保存 另一个原因则是 以往发现的漆墓器都被放置在国室内部 随着这个墓室里面棺骨的塌陷 它这个漆墓器都塌上一个瓶状的了 保存得不是很好 恒水一号墓也是这种情况 青铜器 陶器 漆墓器都被堆放在一起 果室腐朽后 漆墓器遭遇墨顶之灾 根本无法提取 那么大河口一号墓填土中 为何出现漆墓器 它的保存状况又会如何呢 小心翼翼清理漆墓器周边的填土 陶谷队员很快发现 漆墓器是两个站立在二层台上的墓用 尽管腐朽严重 但依然可以看出 它们有着十分夸张的大眼睛 蒜头鼻和招风耳 很可能是在一场宗教仪式中 头戴面具的巫师 类似的漆墓人勇 其实在楚墓中并不少见 但那些楚墓一般都是晚了好几百年的战果墓葬 这两件珍贵的文物 仅仅从年代来说就已经意义非凡 在清理墓涌的过程中 陶谷队员又在填土后的墓壁上 有了新发现 环绕二层台一周 墓葬四壁竟然暗藏着 十一个形似摇动的壁看 当十一个壁看一露头的时候 那我们就刚加K掉 它是级别比较高的墓葬 因为我们当时对一号壁侃进行了墙里 里面发现了原始瓷器和两件陶器 那么原始瓷器这种东西 不是随随便便埋葬的 原始瓷器的随葬 就代表着墓主人级别比较高 或者非常高 还没有进入国事 就频频出现罕见的遗迹现象 庆幸之余 考古队员开始思索 一号墓的主人是谁 它又怎么会拥有形制如此复杂的墓葬呢 十一个壁看的发现 也让我们确信 这个墓葬里面的随葬皮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下面放不下 所以它在外面 上面这个墓壁上挖了很多的小刊 来制放这个随葬皮 在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只尝试着打开了一座壁刊 为了保护可能出现的更多有机制文物 他们选择将壁刊切割装箱 运回实验室再做清理 壁刊装箱运走后 一号墓终于进入了果室发掘阶段 和大多数土坑木果墓一样 在逐层清理淤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首先遇到的随葬器物 是体积较大的青铜锂器 而且第一件就是青铜锂 那么枪铜器的发现 首先是数量多 在这个木主日的头前西部 那这个就是满木这个冲绿 那都是绿锈 那应该说是当时是比较震撼人的 而且这个枪铜锂 很多器物的个体也非常大 青铜顶出现于果室西侧 揭开周围的淤土 铜器秀时候的葱绿色痕迹 开始成片暴露 明显是一大批青铜礼乐器 堆积在了一起 提取器物前 考古队员要拍照 绘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很快意识到 与恒水一号墓的五顶 和二号墓的三顶不同 大河口一号墓足足有 二十四件青铜顶 其中甚至还包括两件方顶 北赵晋侯墓地中的晋国国君 都是周武王的后裔 身份非常尊贵 但也只能随葬五顶 恒水墓地毕宫的女儿 毕姬随葬五顶 蓬勃只有三顶 那大河口一号墓的主人 为何敢僭越理智 随葬如此夸张的二十四顶呢 更何况 这些铜顶中还有两件 被认为是只有天子 才能使用的方顶 要解开这个秘密 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 在青铜礼器上有所发现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墓葬里面 发现这个枪唐清明文 枪唐清明文的发现 对我们认识当时这个国族的 这个他的这个族群 他的名昌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青铜顶 这处铜器堆积中 还有鬼 眼 利 钟 尊 雷 觉 智等礼器 综数达到六十余件 拍照 绘图过后 考古队员一边提取器物 一边寻找可能出现的名文 在一件带有非能的富足圆顶内壁 人们终于发现了第一条名文 但 不作保尊仪 这五个文字 却让他们在惊喜之余 大失所望 不字的出现说明 尽管没有墓道 但一号墓的主人地位却很高 和彭博一样 他要么是某一部族族长 要么就是一处封国的国君 可是族名或国名却无从知晓 继续检视礼器中最重要的铜顶 但接下来的二十三件 却一无所获 就在队员们感到有些失望时 与铜顶共为礼器组合的一件青铜轨上 却出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重要信息 坝中座履仪 五个文字出现在这件铜轨的盖子里 明文中的坝字表明 它就是一号墓的主人 所在市里的名称 那么坝又是一个怎样的势力呢 它与晋国有什么关系呢 坝中呢 就是应该是坝伯的弟弟 中是排行老二嘛 他应该是坝中 那么往往是这个 出现在苗文的最前面的 就是说坝中做什么什么器物 或者是坝伯做什么什么器物 那么这样的苗文呢 很可能就起死我们 它有可能是这个族群的这个收量 同时出现博座和坝中座两种器物 无论一号墓主人是坝伯还是坝中 都说明在大河口墓地近两千座墓葬中 考古队员随机视觉的一座 主人竟然就是部族族长 可是如此重要的一号墓 为什么没有墓到呢 1990年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发掘了一处国国国君墓地 在这个周五王分封给叔叔的公爵国里 按说应该更加尊贵的国国国公们 使用的也是没有墓到的长方形墓葬 由此看来西周时期对墓葬行制的要求非常严苛 同样在恒水墓地中 历代彭博也只有二号墓那一位拥有墓盗 其他彭博因为没有显赫的妻子 所以也没有这种资格 难道说这位墓主人是因为不敢使用 张扬的假字形墓葬 才在果室中摆放了二十四件青铜顶 以此作为补偿 与彭氏家族一样 霸氏家族同样拥有不小的势力 那么他又怎样与近在咫尺的晋国相处呢 接下来考古队员又在另外一件铜轨上发现了 瑞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轨字样的名文 说明这件器物是瑞国国君赠送的礼物 霸字的再次出现让考古队员坚定了自己的推测 他们进而怀疑这个名叫霸的势力应该和彭一样 同属臣服于晋国的怀姓九宗 这样一来霸博鬼出现在驱村天马更加顺利成章 但与恒水墓地时代接近的大河口 为何出现令人震惊的二十四顶依然没有答案 继续提取青铜锂器 考古队员又在包括酉 尊 绝 孤等酒器上 发现了新的青铜锂铭文 但铭文却表示 这些器物竟然都是远在千里之外 燕国的第三位国君咽喉纸制作的 一号我们里面发现的咽喉纸的器物都是酒器 而且呢至少有六件 带有苗文的酒器 还发现了这个酒器里面有长套的小酒器 咽喉纸制作的酒器中 最大的一件青铜锂铭内 还放置着一套七件小型酒器 每一件都十分精致 青铜锂铭内的名文 咽喉纸做姑妹 保尊已表明 墓主人的夫人是咽喉纸的姑姑 查阅文献 咽喉纸的父亲 是与周公共同辅佐周天子 开创成康之治的少公 帝位还在彭博的岳父毕公之上 可是 少公和毕公这两位西州重臣 为什么要把妹妹和女儿 嫁给晋国所属 怀姓九宗的两位族长呢 如此看来 彭和坝并不是两个容敌不足那么简单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常常拿一城大河口 与降线衡水做比较 但想不到的是 大河口一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鬼上 明文中竟然出现了彭博字样 那很可能是上前彭博赠送给八博的器物 彭与坝两个势力都受到西州王室的青睐 还与晋国之外的诸侯联姻 相互之间也联系紧密 看起来完全不是做陈属该有的样子 铜器堆积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果室中央棺木所在的位置 同样铺着珠沙层的棺木中 人骨已经腐朽成粉末状 但从牧主人生前佩戴的大量精美玉器 尤其是从莲黄串式的玉祖配来看 它应该养生直之 投向西方 除了多组玉配 牧主人身边还有玉碧 玉歌 以及龙 鱼 鸟 蚕等动物形象玉器 和大量玛瑙串铸 那么它的隋葬皮的数量多 枪铜器的这个种类和数量比较多 还有这个玉器等等的这个数量的多 和这个体量的大 都代表它的级别的高 在官国之间的其他方位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不少 诸如毛 鸽等 带有木饼的青铜兵器 这说明一号牧主人应该是一位男性 这周牧的年代呢 我们把它确定在这个西周早庄期之际 也就是周昭王和周牧王的那个时候 这个昭牧之际 周昭王和周牧王分别是西周的第四和第五位天子 他们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年 此时的西周刚刚经历成康之志 不仅国力鼎盛 对诸侯的影响力也处在一个高峰阶段 大河口一号牧的视觉大获成功 第一座墓葬就解决了 关于整个墓地的不少疑问 考古队员不仅得知了这个势力的名称 还知道霸博与彭博有所关联 但是对这两个靖国的附庸来说 疑问却依然存在 怀姓九宗会不会不是九个部族 而是九个封国呢 名义上他们归靖国领导 却分明常常与西周王室联系紧密 带着这些疑问 考古队员又接连发掘了 与一号墓临近的几座同时期墓葬 很快二号墓又出土了一件 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大河口二号墓位于一号墓北偏西方向 长三点五二米 宽二点四九米 深八点二米 墓中出土的玉串式表明 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 在大河口墓地目前我们发现 比较大的女性墓 好像还就是二号墓 其他的女性墓的 这个墓葬的面积都要小 那么二号墓 K量是一位国军的墓葬 但它不一定是一号墓的夫人 因为二号墓的年代 显然要比一号墓要晚 晚许多 同气名文出自二号墓中的一件青铜眼 内容则是 为正月初级 霸博做宝眼其勇用 由于年代偏晚 这位女子应该是另一位霸博的夫人 霸博墓地同样传承有序 2009年5月 由于视觉大获成功 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 对大河口墓地的大规模正式发掘 钻探过后 考古队员在台地上布设探方 开始了对近2000座编号墓葬的大面积揭露 随着类似1017 1034 2002 这样的霸氏家族首领墓葬 1033 2011 4008 这样霸氏家族重要成员墓葬的陆续清理 考古队终于揭开了一个困扰他们很久的秘密 彭博和霸博这样的怀姓九宗部族组长 的确都是周王室直接分封的诸侯国国军 作为年代稍晚的某代霸博 1017号大墓也出土了不少青铜礼器 一脉相承的是 这座墓葬同样随葬了 剑阅礼制的13件青铜顶 他发现的枪铜顶 虽然是13件 但是它掌握的枪铜器的数量 并不比这个一号墓少 它那里面出土的方顶就达到了5件 它的方顶的数量比一号墓要多 在1017号墓出土的一件青铜轨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篇 长达50字的珍贵名文 名文清晰记载了警书代表周王 来封赏霸博的过程 而在另一件礼器青铜于内壁上 一篇足有116字的长篇名文 再次记载了周王命不考初始霸地 用大量财物封赏霸博 霸博同样以礼物回赠的详细过程 好多人直接就和这个庞国霸博直接来往 而且是护葬礼物 即向礼仪交流 互相即向一系列的活动 而恰恰没有体现晋国 如果他是所有晋国直接管辖的话 那王朝的大槌不可能越过晋国 却直接和他下面的大槌直接来往 景书是江太公的儿子 他和博考都是周天子身边重要的公卿大臣 周王越过晋国 派众臣直接到霸地举行封赏仪式 这个细节证明了霸博封国国君的人分 其实霸博是怎么来的 北西也是一个谜 霸博他最初我没怀疑 他在这个商王朝的时候 最迟是在商代后期 他已经是从中原地区以外迁徙到了中原地区 但是他商代外期他在哪儿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大河口墓地和恒水墓地有着众多相似之处 霸的秘密揭开 意味着鹏也是一个封国 而且两个国家还有共同的祖先 他就是这个敌人的相 葵相或者伪相 一个女子旁右边一个鬼 就是这个字 那他为现在记载 这就是赤底的相 姓氏是标示家族血缘的符号 但今天人们所说的姓 其实是古人的氏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 士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这句话的意思是 姓源于祖先 士则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 随着地位或环境的改变 演变出的不同分支 例如楚国宗族姓米 但楚王一脉为雄氏 楚昭王没能继承王位的后裔 则演变成了昭氏 西周时期姓封国只有53个 但是到了今天 据说百家姓中 组有411个姓氏 都是由此演变而来 无论从文献记载 还是从墓葬出土的实物证据来看 彭国和霸国都是怀姓九宗分封而成 分别是魁姓之下的彭氏和霸氏 甚至可以说 还有很多敌人都来源于此 我们现在发现了尾像 反推他是敌人 虽然是在逻辑上 有点不太严密 但是通过多力枪桶器的发现 应该说可以证明 他就是敌人的像 得出了彭和霸 都是西周封国这个结论后 晋国在西周时期的情形 已经呼之欲出 看来西周时期的尽头 之所以默默无闻 最大的原因 是唐书瑜来到的唐国旧地 荣敌势力伶丰 虽然是为了就近管理这些地方势力 但他的权力其实十分有限 那么西周时期的近西南 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根据文献记载 在大雨治水的时候 那个大雨的时候有万国 万国林立 虽然在夏以前 所谓的万国只是一个个原始聚落 但后来的封国 的确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夏以前的万国 如何演变成商出的三千多个 文献中没有记载 但无外乎兼并二字 到了武王灭伤时 一些终于伤亡式的国家 又被剿灭 根据后来东周的文献记载 西周的时候 大约有一千七八百个国家 西周成立后大肆分封 但封国数量也不过增加了七十一个 到了城王初期 管书 菜书 联合商鱼民发动叛乱 又有部分封国消失 唐书渝就是这个时期 被封到了堂地 要注意的是 西周时期的众多封国 其实大部分都挤在黄河中下游 一千多个国家 是有很多个族群和不同的 不同大小 规模大小不一样的人群 来组成的 所以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 你想在我们近南地区 目前已经发现的 和这个文献记载的 就有二十四五个国家 史记晋世家记载 唐在河坟之东 方百里 可这毕竟是千年以后 西汉历史学家的认识 事实证明 整个西周时期 晋国管理的范围 可能还没有那么大 从北朝晋侯墓地向东 仅仅二十千米 就是淮姓九宗之一的霸国 向南三十千米 则是鹏国 那么向西向北 会不会还有封国 例如九宗中的其他其宗 你比如说像新疆县过去 藏将发现过这个一个墓地 叫做冯谷庄墓地 在新疆县县长以北 那么那个地方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小的国家 新疆在驱沃以西 冯谷庄墓地 与北朝晋侯墓地 也只有三十六千米的直线距离 历史上因为倒扰严重 现有资料 无法让考古工作者 准确判断这块墓地的性质 但现在看来 它很有可能 也属于淮姓九宗中的意志 同样的墓地在晋南还有很多 有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有的是还没有发现的 就是未来在晋南地区 还会有好多 很多小的国家 不断地涌现出来 周边封国林立 远处又有中条山太行山阻隔 堂堂晋国 其实在西周时期的两百多年里 一直就归缩在这块弹丸之地 这些个大国也罢 小国也罢 都属于周天子飞方的 因为在西周早庄期的时候 周王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周王对于王朝范围内 所谓的天下的控制 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文献中 《怀姓九宗归属唐书渝》的记载 又是怎么回事呢 晋国又如何实现周天子分封亲戚 以翻平周的目标呢 我没推断 他也就是在两件事枪上 他有权力 一件就是说 向周王朝纳贡 即向这个交纳贡赋 这是这个地区大国 要负责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 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是对抗外面的这个侵略者 戎敌 戎敌来侵略的时候 晋国有义务 有责任 把这些小国家组织起来 一致对外 甚至于和西周王朝 王室一起 来共同对付这个外敌 西周时期的晋国国度 一直没有找到 彭国 霸国也只留下墓地 从三个国家墓地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 尽管关系错综复杂 但晋国却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实际 2016年秋 山西一城大河口墓地的最后一次发掘 正式结束 考古队员注意到 彭国和霸国墓地的年代下限 都直到春秋早期 两个国家同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史记晋世家记载 晋县公病国时期 福福三十八 其兼并的十七个国家 征服了三十八个国家 彭国 霸国 应该就在这十七个国家中 可是晋国 为什么能在西周威王之际突然崛起 从晋文侯辅佐平王东迁 晋县公大肆扩张晋国领土 再到晋文宫城湖之战 晋国又是怎样 在短短的一百多元里 完成了从弹丸小国 到天下霸主的转变 神奇的晋国崛起之路 将从吉昆章在杨舌墓地的 一个意外发现讲起